就是给它范围 所以你这个地方直接选举这个范围 它就会帮我把它抓出什么呢 最大的就是3也是一样 那两者之间到底 使用的时机怎么样 就看你自己决定 在这里感觉用这个函数会比较简单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一个参数就好了 可是large要两个参数 所以这里你可以自己斟酌 再来的话最低分 最低分你可以用small small跟large有点类似 small在这里 它也是array 第几大 最小就是第几小 然后在这个范围里面 找到最小就是第一小 按确定 那就最小了 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你可以用什么 用mini 比如这个地方把它删除 重新再用个mini m开头的 mi mi mini 这个地方 那跟那个刚刚那个mux一样 这地方就直接给它一个范围 按确定 那一样的方式 结果都是一样的 再来的话呢 及格人数 及格人数就是要算什么呢 它必须条件是大于等于60 所以前面有用过一个函数叫什么 给它判断啦 但是我们要算几个嘛 几个 后面有个条件 所以叫count if count if count if 计算 count 就是计数 几个嘛 再加一个if 就是条件 count if 就是去计算它的这个条件 是否及格 所以这里的话呢 找到count if c 打co好了 c-o-u-n-t if count count count里面有一个count 前面我们有带过这个函数 count if 应该有印象 这个函数呢 非常的好用 非常好用 那我今天呢 它同样给我们两个参数 一个是range range 下一个就是范围 你的范围在哪里 范围国文 及格人数 所以国文的成绩给它 条件的话呢 就是大于等于60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两个部分嘛 一个是范围 一个是条件 这样就可以了 count if count if 按确定 它就告诉你有六个 那其他的话呢 往这边填满就好了 那平均成绩的话呢 当然你就直接把这个用Average 这个比较简单 平均 这边也有啦 或者直接找函数里面也可以 Average里面的话呢 给它一个 这个范围 给它就可以了 然后按打勾 打勾之后往这边填满 这样的话呢 就得到它的平均了 那最 最后的话呢 我们要把那个前五名的成绩 贴到这边来 贴到这边来 那贴到这边来的方式 当然 很多 我们方法的话呢 很多种 那这边的话 我们 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做呢 首先当然可以按名次来排序 然后再把它贴过来就可以 先把这个地方先完成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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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